这是位于白马寺山门外的一座墓地 墓碑上写着狄梁公墓 由于五周时期著名的宰相狄仁杰 曾经被武则天封为梁国公 因此这座墓被认为是狄仁杰的墓 但是也有人指出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狄仁杰被葬在白马寺 这座墓应该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毅的墓 那么薛怀毅是怎么死的呢? 薛怀毅因得到武则天的宠爱而进入白马寺 成为白马寺的主持 后来薛怀毅以仗武则天的宠爱 为非作歹 随意殴打官员 引起官员们的不满 但是只要没有薛怀毅原则性问题 武则天都听之认之 武则天并不是无条件宠信薛怀毅 只要薛怀毅越了界 武则天也会惩罚 比如薛怀毅跟宰相苏良寺在街上争路 结果被对方一顿毒打 薛怀毅向武则天告状 武则天却置之不理 这明显就是处罚薛怀毅 武则天是皇帝 皇帝不可能宠信薛怀毅一个人 时间长了 武则天就开始宠信其他人 这也很正常 但是薛怀毅不干了 当武则天喜欢一个叫沈南求的御医后 薛怀毅就不平衡了 开始妒疾了 想让武则天再次宠信自己 于是他还精心设计了一个项目来讨武则天喜欢 这个项目就是在明堂前挖了一个深坑 用机关在下面放了一尊佛像 然后指挥手下把佛像从坑中缓缓拉出 看起来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还用牛血画了一个很大的佛像挂在桥上 然后欺骗武则天说是用自己的血画的 但是这些行为都没有挽回武则天的心 武则天不过淡淡一笑 武则天的表现让薛怀毅失去了理智 于是就纵火烧毁了明堂和天堂 大火烧了一夜 明堂和天堂化为一片灰烬 姑且不论修建明堂和天堂花了多少钱 要知道这是武则王朝最有名的建筑 而且还代表了武则天的权威 明堂和天堂的烧毁暗示着武则天皇帝权力的逝去 让武则天非常愤怒 最后薛怀毅死于非命 关于薛怀毅的死 史书有不同的记载 《资质通鉴》里说 薛怀毅是被武幽宁打死的 武幽宁是武则天的堂职 武则天称帝后 册封武幽宁为建昌郡王 任左雨林大将军 一天 武则天约薛怀毅见面 薛怀毅兴志勃勃地前来赴约 进入洛阳城内 正巧在大街上遇到了武幽宁 武幽宁见到薛怀毅之后 不由分说 直接命人将薛怀毅拿下 然后就是一阵暴打 薛怀毅就这样被打死了 但是在就唐书中记载 薛怀毅是被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派人暗杀的 过程和武幽宁的差不多 也是武则天召唤薛怀毅到遥光殿优惠 薛怀毅什么都没有想就直奔遥光殿 想不到没有见到武则天 看到的是太平公主的奶妈张夫人 张夫人指挥一群壮汉 直接将薛怀毅扑倒在地 乱棍将其打死 在唐代诗人李商寅所著的《遗都内人传》中 又是一种说法 武则天的侍女一都内人劝说武则天 男人为羊 女人为阴 宠信男宠就是用阴求阳 这样会毁掉长城 应该除掉男宠 培养自身的阳刚 这样才能让江山长治久安 武则天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下令将薛怀毅杀掉了 不论哪种说法 可以肯定的是 薛怀毅最终是被武则天下令杀掉的